陣陣海浪拍打海提高達數公尺 雖然台美颱風不會鋪台 離臺灣還有一段距離 但臺東富岡海邊已經出現長浪 氣象局根據媒體報導 統計兩千年到二零一七年 發生的風狗浪襲人共三百三十五件 造成五百五十六人落海 有百分之二十發生在 有颱風出現在臺灣附近 但沒有發布警報期間 學者指出這類型的風狗浪 殺傷力最大 只要是長浪發生的風狗浪災害 是打下海的都很多人 還有天氣颱風又沒來 又明知道它不會來 所以民眾還是會去海邊游玩 釣魚玩水 這個時候就是最危險的時候 2013年11月的海焰颱風沒有侵台 卻在東北角掀起八公尺高的風狗浪 將16人捲入大海造成八死八傷 氣象局表示 17年間發生的335件風狗浪意外 東北角海岸就佔了75% 為了能提前預警 打算推出風狗浪特報 分為橘黃綠燈 橘燈則代表高度風險 訊息直接通知各地的風景管理處 這個燈號提供到對方之後的話 由他們來依據他們的職權來判斷說 到底要不要進行進一步的措施 這就可能是禁止民眾去遊玩 或是拉緊接線 這套預警系統由氣象局委託成大 透過AI人工智慧類神經方法建立 可預測未來幾個小時內 海岸可能發生風狗浪的機率 目前準確率達七八成 明年開始測試 預計還要再花一到兩年時間 於是新聞綜合報導